回到现场 我们刚刚跟Cursor看了 哇 资金派对会不会取中人 从汇率市场有看出一些些端倪 那如果再以在台股的技术面来看的话 刚提到说 哇 美股都已经回到年限的位置 那台股相对比较强劲 台股我们看一下这个月K线好了 因为台股真的很强 以去年来讲 然后他应该是第二名 那所以说今年来讲的话 他跌来讲很多都破年限 那台股还是在季线保温站 我们再回到日K线来看的话 那以目前整体 我们现在连线还在1万7 那所以说这里还是一个多空的一个转折 那半年限来讲的话1750年 所以说他还是在均线多头排列 他是有一个我们 我常常在讲的弹簧槽 跌下去就弹上来 跌下去就弹上来 等跌到之后跌破了 表示那个台股船坏掉了 所以说就支撑不足了 所以说连线这里1万7 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多空转折观点 那以股票来讲的话 因为受到美股的一个影响 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大震荡 那哪一天真的美股如果说真的跌破连线来讲的话 可能会带领全球股市走空 那一个操作模式都不一样 那以我们年K线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13年的一个变动 事实上台股已经走了13年的多头 你看 我从金融海啸 2008年走到现在已经第13年 那13年最少会震一下 你看我年K线来讲 事实上也没有几年下跌 其中只有三个年份是下跌的 所以说今年来讲的话 在连三红之后 连K线连三红之后 它极有可能是出现一个黑K棒 所以说这里来讲要非常非常小心 那你目前来讲的话是18619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如果没有过高 加上这里又是一个13年转折 大家可能要稍微稍微小心一点 那我们再看一下周K线 那周K线的一个角度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次很诡异 刚好到18619 那刚好是从16162上来第13周 那现在来讲 整理5周 也是一个转折 那所以说我觉得 可能还是要整理 就是它整理到13周的 现在前一个级数是8周 那所以说它可能还要再整理 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点 但是这个月来讲的话 你就要好好观察 因为三月份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这些开董事会的 开董事会公布它的股息 配息政策 配息那你就可以算它的殖利率 就是你的风险有多大 那另外第二个来讲 它公布去年的财报 那如果去年财报不错 那加上这个股息又很优惠 那看一看一月二月份的营收 又很棒 我这种股票来讲的话 我想它就是一个相对抗跌性 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个股 好老师 那如果像您说的 有转折的机会的话 那这个时候抗建的方向 刚刚提到 那高值利率股 不要从哪一些个股来看 对那高值利股 今年我们稍微给它估一下 这个去年前三季是赚3.22兆 那我研究部的一个看法 可能会做到4.2兆 那我如果乘以6的话 乘以60%来讲 它会配2.5兆股息 真的肥之之 那它的一个平均 我们市场值利率高达4% 那我们现在定存利率才0点几 所以说存这里来讲 只要没有股票下跌的风险来讲 那当然是要买高值利率的个股 那高值利率的个股 以目前整理市场上的一个状况 可以很轻松的一估来讲 第一个就是货贵三雄 尤其长龙来讲 像长龙我们去年是估46块 那46块你看它现在100多块 那如果配一半 那股息外面这个市场都喊到 这个15%以上 对 但是股价会反映到什么位置 对 那有一般法人就调高 就调高它那个位置 甚至有人看二字头的 那但是就是言行不一 跟外资看台积电一样 这落差蛮大的 明明我们看2330台积电 明明看1000块 但是它实际上是做卖超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我要知行合一的个股 那另外来讲的话 就是那个面板 那面板因为 今年来的一个基本面还没有那么好 但是它肯定是可以高配息 你看这个有达出来的去年的年报是6.44 那6.44现在什么股票还20块 那如果配个3块 哇 那殖利率也15% 那另外比较稳的 就是升级概念股 那就是金融股 包括我这里列的 像富邦金 国泰金 开发金 永峰金 元大金 跟一些证件股 统一证 群一证 我想这些都是一个高殖利率的 这个所谓个股 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台硕士保 那这里最稳 因为他们都很低调 事实上油价往上走 他们应该是赚很多钱 对 那去年又赚很多 那今年第一季又赚到 所以说以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塑化股 台硕士保塑化股的一个机会也是很大 那另外如果大家不要害怕来讲 我们就是买ETF 那因为现在ETF是巴菲特讲 它是一个人类投资市场最伟大的发明 因为它可以一篮子股票 你就不会买到地雷股而受伤 那现在的高殖利率的ETF 事实上台湾投资人也很聪明 现在市场规模已经高达2200亿 而且它有一个好处 它的一个交易税只有千分之一 而且它的成分股非常透明 你知道看它成分股前五大前十大来讲 你就可不可以稳稳的抓住这样的一个好的ETF 那我列了几档 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ETF的一个操作来讲 通常是定时定额 你现在就不管它高低点 你就每个月每个月买 然后突然间涨了一波 你再把它调节 随时都可以开始 随时都可以开始 但是你要分批买 那就是有时候在高档你就买少一点 那如果再 就要定期不定 对 你在下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恐慌 你不能停扣 你要自己继续买 很多人都因为下跌而害怕不敢买 对啊有纪律的操作 买到那个 没办法买到相对成本比较低 那第一个来讲的话是0056 这档很可怕 这档的投资人已经高达56万人了 台湾人非常爱 非常爱 所以说只是利率有没 这个它连配息 值率差不多5.6%左右 成分股就刚才讲的面板 这个货柜 那另外第二档来讲的话是00878 这种都是仿效这个所谓的0056所编制出来 你看它的一个成分股更加的一个保守 就是一些笔电 笔电它也是配很多 那另外来讲的话 就是00888 我们永峰发了 这个代码真的不错 发发发 它的实力率也高达6.35 那另外来讲 00881是台湾的一个5级 大家就做参考 那另外就是这档最奇怪就是 这个国泰股率精选30 这里很奇怪 它去年的一个实力率 竟然高达11.6% 但是它是比较重压台积电 往这个方向去走 那另外来讲就是金融股 那金融股 你要是好好去做研究 那事实上我看起来 这几档都还算可以 那你就是找低股价净值比 然后实力率又高的 然后原业份表现又不错了 这里就是一个好股票 那现在开发界因为病了这个中售之后 哇那这个获利就上来了 所以以前都在10块以下 现在稳稳积到快20块了 那已经提升到一个位阶了 因为它获利从不到1块钱 它是现在预估值利率最高的 对它现在是来讲是比较高 可是有时候 矛起来看哪一个 哪一家公司会做多 会配比较多一点 那像国泰金 那也赚10块多了 那当然这个 我估配4.7也算不错了 那它的一个殖利率也奇葩 然后我们看原大金也不错了 就是证券的一个龙头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事实上我觉得金融股 你要看富邦金 因为富邦金最厉害 但富邦金股价没什么动 对那但是它已经很稳 我们看一下富邦金的一个股价 因为很多这种股都已经往上走 事实上富邦金去年股价 是涨了快一倍 从第一档40几块涨到80几块 近期稍微比较正常 那为什么它会涨 因为它去年有个病日升金 又发了一些股票 那另外最重要的 它以前都不配股了 去年配1块钱 那如果今年富邦金再配1块钱 股票鼓励的话 我看投资人就认同度 就会变非常好 那像永峰金也是创这几年 获利最好的 那星光金因为它低股价的一个优势 我想这些都是未来很有可能 就是形成多头抗敌的一个股票 而且你参加它的一个出钱席来讲 或许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保护赛 所以那还有哪一些是连续多年都有高配席 对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因为 譬如说像电信股 像通路股 那像这种嘉义 这个很厉害 这连续23年配股 那像这个红钱做平盖的 像这个全国电 这个破盘价 这个也是场场高配息 那像游戏股的 游戏股的一个倾向 还有中华电 还有这个做瓦斯鲁的 这种都是特殊利基的 这些个股来讲 或许也是可以做追踪 好那高指率当然指标的部分看货柜三雄 那最近只有网友在问说 哇航空股票真的非常的热门啊 那长荣行会有机会复制长荣的走势吗 我们看一下最近航空股不价升空高飞 货物一箱一箱送上机舱 看不见镜头 全球金片荒 另外助攻华航长荣行 业绩持续高飞 在元月淡季 货运营收分别年增超过67%和96% 华航货运收入已经连续6个月破百亿元 也带动15号股价盘中 静阳超过7% 长荣行更是一度进逼涨停板 长荣行跟华航的话 因为他现在股价是在一个近几年来的高档 所以筹码你最近这几年买进的投资朋友 几乎都赚钱 所以没有相对的卖压 筹码比较干净 所以比较容易向上创新高 很昌旺 因为这些电子厂就开始动起来了 然后国外的订单 我们的这些高科技的这些电脑 桌边的还有这些产品很多 多次做高科技的这些电子类比较多 全球所有环境 现在又慢慢的会有调整上来 货单业者表示 元宵节后货量持续增加 往欧美仓位需求紧张 多家航空公司已经陆续通知 二月中旬过后 依照不同航线需求调涨价格 涨幅大约15%到25% 华王表示 元月出货运 受到全球元旦假期后影响出货量 但是因为全球晶片短缺 台湾制半导体晶片相关设备 运送需求持续强劲 使元月货运收入继续维持百亿元以上 专家则点出航空股两大利多 除了空运价格攀升 边境松绑也见到曙光 观光局14号释出最快三月松绑的讯息 排面上除了航空双雄之外 还有什么比如说像旅行社的类鼓 雄狮还有凤凰 还有灿星王 这些类鼓都今天都表现不错 旅馆业者像金华 金华就是一个旅馆业者龙头 今天也有所不错的表现 所以整个空运类鼓来讲 就是受惠于就是整个国际 要开放国际旅游的这块题材 所以就带动持续的向上 航空双使用客运商机叙事待发 专家也预告机票的价格将会有所提高 在欧美国家持续减风下 逐渐推动全球航空业 进气回升 记者温暗婷房笑诚 台北裁缝报导